欢迎收看第617期五期大讲堂 在世界航空发展史上 从未缺少冒险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 一些飞机设计师 想想在未来可以实现一个科幻的场景 这个场景是一个士兵突然从天而降 来到正在打得火热的战场上面 震惊双方的士兵 为此美国的国家航空自宣委员会 开始着手计划对单人飞行平台 用于战斗的可行性研究 并在棉间选找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 德拉克纳直升机公司的一款 单人直升机出现在了人面的视野 它就是本期五期大堂的主角 德拉克纳HZ1空中自行车 HZ1空中自行车 发展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 当时的美国国家航空自宣委员会 开发了一个学艺飞机的控制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由飞行员 通过它的重心变化调整飞行的姿态 并通过飞行员的自然反射动作 保持稳定 当时的这个系统叫做动绝控制 具体的原理类似于持自行车 或者是冲浪板的力学原理 跟我们如亲的商用平衡车 差不多一个原理 当时在测试的时候 发现这个概念在作战环境下 是有使用价值的 所以当时的美国国家航空自宣委员会 将这个测试和概念设计 向社会公布之后 几家飞机公司 例如本身航空 席乐航空和德拉克纳直升机公司 开始使用这个概念 进行悬疑机的开发 其中德拉克纳直升机公司 开发的名称为DH-4 单人飞机平台悬疑机 于1955年1月 首次进行测试飞行 测试的结果 让美国陆军非常的满意 美国陆军认为 可以通过这个飞行器 建造一个与骑兵相同的 空中骑兵部队 因此美国陆军 就直接订购了12架仰机 并将携带号改为YH-02 随后又改为HZ-1 并给它命名为空中自行车 以期待这种飞行器 能成为运输平台 和控制侦察平台 研发的HZ-1 空中自行车高度为8.1米 毛重206千克 空重为78千克 整个结构设计 非常像如今的 多旋翼单人飞行器 大体结构可以分成 上部分的载人区 动力系统和底部的安全气囊 三个组成部分 在上部的载人平台上面 可以站姿站立一名飞行员 飞行员的固定 通过一个安全带保护 安全带 仅仅是为了防止飞行员 会掉入下方的旋翼之上 在中央基座飞行员的前方 是一个发动机框架 和操作车把 车把是类似于 摩托车一样的车把 飞行员双手抓握 并通过上面的操作牛柄 进行调整 转子叶片的速度 也就是油门的调节 飞行员的双腿前方 是一个发动机 发动机为一台 四缸水冷 水星海式的 20H旋外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能够输出 40匹的马力 动力通过链条和皮带传动 输出到正下方的 两个反转旋翼上 这两个旋翼直径 都是4.6米 车到动力系统 可以实现 121公里秒时的 最高速度 一般循环速度为 89公里秒时 搭配3.8升的燃油 能够提供 24公里的续卡里程 或者是 15分钟的滞空时间 最大飞行高度为 1500米 相对于 单边野外行军速度来说 已经是非常的快的了 但是飞行员 裸露在大型高速旋翼上面 有非常大的安全演换 稍微不注意 就有可能会被旋翼削烂 旋翼往下 是4个固定的自推坎 自推坎的端部 有4个较小的气囊 随着了正下方 也有一个单个的大气囊 这些气囊 是起落架装置 当时设计师的想法是 这些气囊 可以让飞行员 在水面上面起降 并且还能起到一定的缓冲效果 在实际起乱之后 发现这个起落架系统 非常容易打滑 会让起降 非常的不平稳 所以后续改成了 传统直轮机器的 滑翘起落架 在控制飞行方面 HZ1空中自行车 采用的是驾驶员 向所需的行驶方向 主动倾斜 来实现控制飞行方向的 如果一个人在半空中 受到一种 他可以用脚倾斜 来调整稳定的力 可以比站在地面上面 更轻松地保持直立平衡 并且 如果出现失衡的情况 人会本能地 进行快速弯曲脚踝 或者膝盖以保持平衡 如果这个平衡 一直没有保持住 而是一直有一个 朝向一个方向的趋势 那么 就可以通过下方的推力 实现空中滑行 也就是飞行者的重量 和他脚下的 等量推力之间的力学问题 具体的飞行操作是 当飞行员的重量 和旋翼推力 沿着同一条垂直线作用时 这个飞行器 就会处于 悬停静止的状态 如果飞行员 开始向前倾倒 这个时候 他的重心就会向前移动 除了改变整个系统的稳定 在其上慢伸 向前倾倒的过程中 飞行员的脚底 脚踝 腿和身体 都能够感受到这种转变 这个时候 人会本能地做出反应 此时 飞行员会用脚趾 向下压 十字指向后倾斜 这会使得整个系统的 推力线倾斜 除了实现飞行方向的调控 因此 飞行员只需要 向他想去的方向倾斜 并且保持这个倾斜的位置的同时 调整油门 就可以实现 朝向特定的方向飞行了 这种原理 目前也已经被 大量的应用于 吨气式的单边飞行器上面了 除了身体控制之外 HZ1 飞行进行车的把手 也是可以进行转向调整的 当转动感的时候 气等会稍微的减慢 一个转子的速度 因为 双旋翼的速度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扭矩 如果是在旋停飞行的状态下 飞行器会在原地旋转 而如果是处于 向前飞行的状态 它就会像飞机一样 沿着平缓的弯曲路线 进行转弯 HZ1飞行进行车 在1956年 进行了测试试验 在测试中发现 未经训练的士兵 可以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之内 学会操作该飞行器 虽然容易上手 但是实际操纵起来 非常的难 还有巨大的安全演换 第一个演换是 地面飞行的时候 大尺寸的旋翼 会扬起地面的小石矿 和其他的碎片 而动力系统和飞行员 几乎没有任何的保护 很容易造成 车毁人亡的危险 第二个是 双旋翼会发生 镊合和碰撞的危险 当时测试的时候发现 在前进倾斜的时候 不能太大的幅度 不然旋翼会直接 镊合和碰撞 这种情况 在试飞的时候 发生的两次事故 发动机故障的情况下 也很容易发生 轻倒的危险 虽然大型的悬翼的设计 可以像直冲机一样 以滑翔的方式降落 但是士兵一紧张 就很容易让平衡打破 造成坠毁 而且Z1飞行自行车的设计概念 本身是具有价值的 这种方式 比直冲机更方便 更便宜 可以助理野外联络 炮兵增长 空中搜索和救援 以及照片拍摄的任务 甚至还可以进行 精确定位站的方式 间谍运运输 和距离守的 秘密部署的任务 但是 其控制系统 和安全演换太多 还无法满足作战的需求 所以在不久之后的 这个项目 就被美国陆军放弃 仅剩一个原型 被保留在如今 尤斯蒂斯堡的 美国陆军运输博物馆中 供后人查看 本期武器当场到此结束 更多视频 欢迎关注武器当场 长网节内容 我们下期见